小台妹 哇小台妹 這都是我國中二天高中的同學 嘿大家 跟你們說回到家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會發現以前小時候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找到這邊 有一盒我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看吧 我小時候當model 天啊美女 哇 小美女 今天不好 太可愛了 小時候的那個 什麼機啊 叫什麼啊 大頭貼 是大頭貼嗎 就是你去 我們那時候在高雄去新倔江 是新倔江嗎 對 新倔江一定要拍 太可愛了吧 台北拍的這台不錯說 你們看這個 超久以前的健保卡 還是紙張的 我還留著 有沒有夠道地 這個是我國小六年級 從八卦國小畢業的時候 那個畢業紀念冊的照片 這個我不知道耶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那個國小時期 到底什麼穿搭啊 然後 不知道 不知道幾歲的時候 這好像在台 欸 我也不知道幾歲耶 可愛 綁著辮子 這也是國小吧 他們人超好的啦 我記得他們的名字 好啦 先讓他們看到不要介意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們在幹嘛其實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節奏樂隊的 我以前是節奏樂隊的 有沒有厲害 我拆紅而已 但這比賽蠻可怕的 好啦 就找到了這些照片 覺得太有趣了 嗨 大家好 有聽到鳥叫聲嗎 我們家旁邊 還有飛機聲 然後有鳥叫聲 然後採光也很好 好 Anyway 我自從我昨天 呃 去廚藏間 整理了一些 我以前小時候的東西的回憶 我就想說 那 我今天 想要回去 我國小 就是去人我那邊晃一晃 然後 去看看我舊家 看看我以前 的國小 不知道 就想回去看看 因為我很久沒回去了 然後看看現在變怎麼樣 也十五年了嗎 國小 二十年了嗎 二十年 OMG 好 所以呢 我等一下要騎著我的BUBU 我的 機車 然後 從左一次去人舞那邊 晃晃 然後想帶你去看看我以前的回憶 然後我剛剛發現我那個雀斑啊 可能因為前幾天有曬太陽 雀斑超明顯的耶 Anyway我很喜歡我的雀斑 所以沒關係 好啦 Get ready 囉 然後就出門 By the way 現在因為住我弟房間 其實因為我搬出去之後就沒有房間 然後我弟現在搬出去 所以就 我就用我弟的房間 跟一隻 不知道什麼東西睡覺 蠻好抱的啦 謝謝弟弟 好啦 走吧 冒煙的橋 我們小時候 只要是過生日或聖誕節 就會來這邊吃 我媽小時候都會叫我們去大流通幫她買東西 因為我們家就在旁邊 咖哩 這裡是舊家 但現在有別人住 希望他們不覺得我在外面偷拍像偷窺狂一樣 我的房間 這台車還在耶 哇 這台車還在耶 好 我現在 這是我弟的安全帽 所以 現在我也蠻苦的 我這樣好像很難的 OMG 我這樣根本就是很難的 哇 哇 我剛起來路上啊 各種 讚嘆 二十年一切都變了 我起來路上 本來人五香八卦寮 這邊是很 很鄉下耶 那時候 都是田啊 然後我們都可以在田裡玩啊 沒有這麼多的房子 房子 我現在可能在我們這家房間 這個家我很多回憶 然後 現在有點不知道 就需要去 沉澱一下 Yeah 這兩個是男人嗎 有 我的髒 跟你們說這個巷子出去這個前面本來全部都是田地 但現在全部都不見了 沖抓餅阿姨旁邊本來又加珍奶店 以前珍奶一杯三十而已 太神奇了 早餐店還在 早知道早點起床 早點來吃早餐 看他們會不會記得我 哈哈 可是我起不來啦 我現在夜貓子 八卦國小 我那時候剛轉學的時候 我想說 這是到底什麼鬼名字阿 但我現在實在覺得太可愛了 因為我都跟別人說我讀八卦國小 然後 他們就說你很八卦 我就覺得很可愛阿 這名字 太可愛了 很好記 大家知道我的話 就知道我高中是舞蹈班 然後大學是舞蹈系畢業的 那一切的起源都來自這個小小的舞蹈教師 我是老師的第一批學生 然後所以二十年前 就是 國小下課來上上課 那開啟了我對舞蹈的這方面的天賦 那我就就像家一樣吧 快二十年了 我們還是感情很好 然後 對啊 很多很多回憶啦 好啦 今天騎了一整天的車 所以今天就先這樣囉 Bye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觀眾注意聽 這個世界不太平 需要太平 男生追女生 千萬不要急 不要射咪咪 我跟你說我以前 我第一張專輯好像是買蔡玲的 然後第二張專輯 是買SHE 然後我後期真的很喜歡SHE 我買了他們超多張專輯 然後很久以前的歌我都會唱 就是我童年的回憶 你知道 哇以前都會收集唱那個CD耶 然後還會預購 然後預購還會拿禮物 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我真的跟其他的YouTuber很不一樣 因為我後來發現 台灣有很多 很多外國YouTuber which time they're really cool like 我覺得大家都 amazing 然後 they're doing a really 就是 有沒有拍的拍的超讚的 然後剪接也剪得超好 然後我想說我這錄人甲 然後我朋友說 欸你YouTuber 我說 我不是YouTuber吧 不是啦 我就是 只是喜歡分享這樣 但是 我覺得台灣超多外國YouTuber 然後真的 so cool 希望有一天可以 跟他們合作之類的 因為我真的是話很多 但我要講的是 我發現我跟很多台灣的YouTuber 很不一樣的是 我不是長到後來台灣 我是在台灣長大 所以我 我跟你說 我的童年回憶 都是台灣的回憶 如果我去德國 然後人家跟我聊德國的回憶 我就想 I don't know You know OK Anyway 重點就是 我想要小小的補充一下 不認識我的大家 我是在德國出生 爸爸是德國人 媽媽是波蘭人 然後我六歲的時候來台灣 剛來台灣的時候 嚇死 因為我覺得那個二十年前 台灣其實沒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大家看到我這樣 喔好可愛 揪揪揪揪揪揪揪 然後我就躲在我爸後面 嗯 可怕可怕 這樣 然後anyway 我後來 就去讀了 鄧宮國小 淡水鄧宮國小 讀了四年 我第一個月進去完全不會講中文 但我遇到一個很好的國小老師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然後他就是都會把我帶到旁邊 考試也把我帶到旁邊 然後 會好好的跟我就是解釋 然後一個一個教我 然後 我覺得小朋友學習能力很強 所以我很快就學會中文了 我跟我弟都是 大概一兩個禮拜 一個月 就都可以 跟唐人一樣 跟你說小朋友 學習能力很驚人 對 然後我就讀到小事 後來我爸的工作關係 我們就搬到高雄 從淡水搬到高雄 所以我就轉學 轉到 人舞鄉八卦寮的八卦國小 那我在淡水鄧宮國小的 記憶沒有很多人 我年紀很小 我在八卦國小的記憶比較多 也比較多的 所以我今天 才會想要去人舞逛逛 然後看看 就是人舞鄉啊 以前國小的環境 好多回憶喔 然後以前我們還會寫交換日記 然後 同學之間 我們都是男生女生做嘛 然後還會畫線 男生跟女生還在畫線 不要抄線 不要抄線 你抄線 然後因為我手毛很長 然後那個男生同學 就是 男生很愛就是欺負女生耶 他們就說 就說那個 你手毛 你手毛抄線 幹 被騎喔 然後還會一直打架 男生還會那個什麼 小說有事嗎 什麼阿魯吧 反正很多回憶 很多回憶 然後運動會 唉 蠻喜歡在台灣長大的啦 其實 因為我也不是很清楚說 在歐洲長大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好啦 這就是小小的補充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Good night 好 好